中央气象台发布2013年以来首个强对流城景、江西等九省份部分地区将有十几以上雷暴打 风货冰雹天气、局地风力超12级 深圳买卖黄金超2万元需实名登记 深圳公安为防范、电炸资金流入市场 大连新海湾跨海桥未获海域使用全备 罚2726万元已通这8年 官方回应不会拆除由于罚款金额较大 以下架公示信息正在进行核查 澳门轻轨延伸至横琴口岸的预留空间正式交付 广州至澳门年内有望实现成轨对接 浙江大中小学融入执教内容 建立直谱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机制 广西南宁一小学宣布超过晚上9、30 写不完的作业也不用做了 作业垄断机制引家长乐意 外媒近期美国公布了200海里以外大陆架件 现将大面积矿产资源丰富的海床纳入 其管辖 外交部 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 无权依据公约主张外大陆架 比特币两日突然暴跌 10分钟跳水超6% 一度失手6万5千美元每枚 超15万人爆仓 1.8万亿市值蒸发 印度重启太阳能组建进口限制 中国厂商回应印度市场风险 当地一日 倒置标普500指数收跌 特朗普集团股价单日大跌超20% 去年净亏损5800万美元 特朗普就其财务欺诈案 缴纳1.75亿美 元宝石金 避免资产被扣押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建筑发生火灾 至少29人死亡 当地两日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多地 遭乌无人机袭击 以致7人受伤 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外媒 当地两日 芬兰首都12岁小学生枪击 同学致一死二伤 因为满15岁未被拘留 总理称深感震惊 美媒 巴基斯坦逮捕至少12人 设参与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的恐袭 伊朗使馆预袭细节披露 被LIF-35战机6枚导弹击中 已至13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一军方高官 伊朗最高领袖威胁报复以色列 伊朗外长 美国必须对袭击负责 以军发言人 以方情报显示 遭袭建筑为军事建筑